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集群人我没叫你 他投降了 他投降 你告诉他 如果他一个月不高胡子的话 我就跟他讲话 买不让他死我穿了 爷爷 您怎么过来啊 好好好 立川 来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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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在机场没接到你 就给我打了电话 我正在汉堡开会呢 就从那儿直接过来了 爷爷 爷 你明天还是跟我回去吧 我不能回去 小秋出了车祸 他全身都是伤 现在躺在医院里面 你就是放心不下他 那好吧 我让季川留下来照顾他 他从小就比你细心多了 小秋的病一天不好 我就一天不走 爷爷 我身边的那几年 我没有告诉小秋实情 可是他每天都写email给我 而且在没有收到 任何回应的情况下 他一直坚持了四年 爷爷 我是靠着他的email活过来的 现在他生病了 我不可能抛下他 我不能没良心 宇传啊 不是爷爷狠心要逼你 是荷尔曼医生给我来电话 他说你最近的指标不好 我也很着急啊 爷爷 上海的医院里面 什么东西都有 万一真的出了什么状况的话 我在这边治也是来得及的 宇传 爷爷 我答应你 小秋致病的这几个月 我每个礼拜都会去 光伯伯那里报到 配合他的治疗 好吧 我答应你 给你两个月的时间 好 爷爷 好 我是 爷爷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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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秋 忍一忍 你手放松一点 上个星期好好的 怎么又突然得了骨髓炎呢 手术病发症 昨晚她痛得不行 只好打杜冷丁了 杜冷丁 不会上瘾吧 没事 伎俩不大 小秋 小秋 你要不要喝点热水 我帮你倒 静雯 你去跟医生说 再帮我打一针 再帮我打一针 我去叫护士 小秋 我求求你不要打针好吗 我们去止疼药好不好 请问 遗传走了没有啊 没有 倒是遗传去巴西了 那他为什么还不走啊 见鬼了 谢小秋 你都病成这样了 他都不来看你 你怎么还惦记着他呀 我知道 我知道他不会来看我的 为什么呀 先不说你们俩之前的关系 就算是最普通的同事 他也应该来看你 好吗 我不愿的 我只希望他能赶紧回瑞士 我知道 这两天我都没看到他 可能已经回去了吧 来了来了 有去了 故事 你看看 手术引起的感染 有点病发症 化浓了 我去找医生啊 麻烦你了 哎 这 这 小秋 你如果太疼的话 来 咬我手臂吧 都失败了 你还闹 你还笑得出来啊你 小冠还不错 每天都有来 你怎么知道的 你也每天都来 立川 我等一下让司机十分钟后 来接你 怎么不进去 你也不会骑摩托 干嘛要骑摩托 你搭了出去玩开车 不就好了吗 哎 我骑摩托骑得好好的 你打什么电话你 都以为你要走了 突然听到身后 你不能喊你的名字 还不吓一跳啊 我告诉你 王立川 谢小秋今天会受伤 跟你也有关系 跟我有关 我把他交给你 你就要把他 带到夜里面来 你办事 能不能靠谱一点 你控制不了小秋 就不要跟我保证 好 你比我能控制是不是 是谁让小秋 每天在哭的 是谁啊 是你帮王立川 我让他哭 至少我没有让他 躺在这边 你 我把他打算 要跟他告慰了 天忆 这全都是天忆 小秋已经想尽办法 要让你离开 老天偏要让你留下来 你说什么 你们不是要结婚了吗 结你个头啊 那都撞给你看的嘛 立川 你就不能让一步吗 你究竟要把小秋 逼到什么样的地步 你才甘心呢 你不是要死了吗 干嘛躲着藏着 你就死在小秋的面前 他也不会后悔 也不会怪你的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 他都愿意 就算你少一条腿 他都无所谓 你还能少他的一颗心吗 王立川 如果你是个男人 你现在就进去 跟他说清楚 我能跟他说什么 他今年才二十五岁 我能耽误他一辈子吗 你没事吧 你别告诉他我来不上 你先好好地照顾他 走吧 王立川 你 你来啦 醒了 好点没有 比前两天好多了 我每天要吃又喝的 对了 你今天就别再陪夜了 这边的护士把我伺候得挺好的 你就不要再来 把我当成中症病人了好不好 我看这病房空空荡荡的 我是怕你一个人晚上 在这里会害怕 再说了 我们都是孤儿正好 没爹没娘的 同病相连嘛 去你的 我记得小时候去外公家 晚上要走好几里的山路 黑灯瞎火地走 那个时候也没觉得害怕 这么厉害 你躺累了吧 我帮你翻个身 活动活动 不用了 三个护士和张阿姨 每天都会替我按摩的 你呢 晚上也不要过来了 张阿姨还有三个护士 每天把我伺候得 像公主一样 而且你做翻译也是脑力劳动 要注意休息 行行行 替你的 来 吃一个橘子吧 我刚不好 酸不酸 酸 对你吃了就知道了 没有我吃过了 甜的 我还刷牙 啊